哈喽大家好 今天对于剧名来说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这部顶级美剧回归了 绝命独师的衍生剧 评分丝毫不输前者的神剧 风骚律师的第五季 风骚律师在今天放出了第一集资源 口碑逆天 一集便拿下了9.8分 这个成绩即使放在所有美剧里去比 也不多见 前四季也不差 分别是9.3 9.4 9.6和9.5分 如果说读诗讲述的是一个好人 如何一步步被欲望吞噬 用无数成功建筑出生命的败局 那么风骚律师则是一个坏人想努力洗白 却一步步被现实黑化的故事 在读诗中 索尔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律师 在法律上的娴熟 加上聪明的头脑 没有他惨不平的事 可以一天挣5万美元 但在六年前索尔还叫吉米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街边小混混 打打架 骗骗钱 深安邪门歪道 每天没有正式 为此蹲过大牢 范氏入狱 还靠亲哥哥查克出面相救 查克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典型的人生赢家 相比之下 这个弟弟混得着实有些凄惨 因此两人在一起时 吉米总是比他低出一头 但没有想到的是 吉米凭借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 也拿下了律师从业资格证 成为了一名律师 刚成为律师的吉米 让人心疼 四处碰壁 忙前忙后一周 拿到手的薪水也没有多少 还总被欺负 之后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和用不完的小聪明 获得成功 然而律师界并不喜欢 浪子回头的吉米 就连原来帮助过他的亲哥哥 也总是和他作对 为什么吉米哥哥是这样说的 你在手法式工作 我为你骄傲 你不再坑门拐骗 我为你骄傲 当你踏入我的律师所 绝对不可以 我希望你过得好 但我绝不允许你过得比我好 风骚律师开篇给出的吉米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出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 这种困境是不是很熟悉 正是绝命毒师中老白的困境 不过刚好是反过来罢了 风骚律师的吉米也一样 他对自己的哥哥彻底失望 转而走向相反的道路 吉米一步步变成了索尔 风骚律师没有纯粹的好人与坏人 看这部剧总会有许多的感同身受 和对现实生活的无奈 这一季的海报是支离破碎的吉米 让人看着忧伤 再仔细看 还能发现属于心脏的那一块被撕掉了 这一季的寓意很明显了 风骚律师已经确定只有六季 这部当下最精彩的美剧 你一定要看哦 我可以看看